大家好,欢迎来到阿燕生活家手作间 今天我们用昨天讲的针法来绣一枝花 花和叶都用了这种针法来绣制 先绣叶子 在线段的一端出针 那一端入针后 顶部在前一个出针点的铜点出针 然后左手将针抬一步面 右手像起针一样 将线绕在针上 将绕出的线圈均匀的 秘密的排在针上 绕到合适的长度 左手轻捏线圈和针 拔针 将线全部拔出 轻轻收紧 在线段的这一端入针结束 接着在这条线段上 用相同的方法再绣一个 接着找到达针匙 进行锅里的调味 在线段上 用刮线的柔味 在线段上 切成绕绕 在线段上 切成绕绕 后面 切成绕绕 在线段上 切成绕绕 在线段上 在线段两侧相对排好 最后用一个短短的直针将两片的中间部分固定在布上 这样一片叶子就修好了 还挺特别的吧 用这种方法再修制另一片叶子 一片叶子就修好了 一片叶子就修好了 再用轮廓绣绣上枝干 接下来绣花由四叶花瓣组成 在布上画的这条短短的线段上进行起针式卷针绣的绣制 为了让花瓣大一点加入一根辅助针 接着就在这两根针上进行起针式绕线 为了让绣制出来的花瓣有卷曲褶皱的效果 在针上多绕几圈 让线圈排在针上的长度远远超过画的线段长度 绕了大概12圈 将针拔出 入针后一片花瓣就修好了 就是这样的效果 用同样的方法修完另外的三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来绣花心 方法有一点点改变 首先在中心出针 将针从线上取下来 在刚才的出针点旁边一点将针刺入布中一截 然后再露出布面的针上进行绕线 原来都是在针尖端进行绕线 这次我们在针尾端进行绕线 大概绕三四圈就可以了 重新把线穿入针中 将针全部刺入到布下 将线收紧 花心完成 在旁边单独绕一个再看一下绕制的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一枝花就绣好了 除了质感部分都使用的起针式的卷针绣 花瓣和叶子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一些微调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或交流手作的心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